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最近几代的iPhone上 我们似乎看到了Apple浪子回头的影子 以去年推出的iPhone 15系列为例 标准版的iPhone 15提供了128GB 256GB 512GB的选项 更贵的Pro系列甚至可以加钱到1TB 然而 从近期的某些留言来看 1TB似乎已经满足不了大家对iPhone的胃口了 在2024年7月 某数码资讯网站发文称 外媒爆料 iPhone 16将提供2TB的存储版本 但是请真的是这样的吗 尽管这是7月发布的消息 但消息中提到的外媒爆料 其实是2024年1月MacRumors的一篇文章 文章中提到PureLC闪存芯片 让2TB iPhone成为可能 而在MacRumors的消息来源 Digit Times中 原始来源也没有承认2TB iPhone的存在 甚至在MacRumors的文章中 讨论的主题也不是2TB iPhone 而是Apple用PureLC闪存替代TLC闪存 会让1TB的iPhone存取速度变慢 市场调研机构CIRP的最新报告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购买iPhone的用户中 有17%是从Android系统切换过来的 这一比例仅次于2017年的21% 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创下5年来新高 目前Plus机型减占新款iPhone 整体出货于5%到10% 意味着其他三款iPhone机型已经很好的覆盖了高阶手机的产品区隔 Plus沦为可有可无的机型 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基表示 苹果iPhone 17系列将移除iPhone 17 Plus机型 同时新增一款超薄机型 此新款超薄机型的定位并非取代Plus 而是苹果尝试在既有的iPhone产品线外 找到新的设计趋势 超薄iPhone 17的产品定位不在于比拼硬件规格 而是聚焦在创新外观设计 超薄iPhone 17以至规格入下 约6.6英寸屏幕 分辨率于2740x1260 A19处理器 灵动导面机跟目前的差不多 采用钛铝合金重矿 钛的比重低于目前的Pro与Pro Max的重矿 其他iPhone 17机型都用铝重矿 配备苹果自家5G芯片 后方仅配备单颗相机 郭明基还表示 苹果正在加速摆脱对高通的依赖 2025年将会有两款新iPhone舍机高通5G基带 转而采用苹果自研的5G基带 分别是iPhone SE4和超薄款的iPhone 17 Slim iPhone SE4预计将在2025年春季发布 它也将成为首款搭载 苹果自研5G基带的iPhone 而iPhone 17 Slim则要等到9月份 与iPhone 17系列一起发布 当然 除了iPhone 17 Slim i 包括iPhone 17 iPhone 17 Pro和17 Pro Max 都将继续使用高通的5G调制解调器 今年年初 苹果与高通签署了新的合同 将继续使用其5G调制解调器至2027年3月 不过 该公司可以在此期间逐步淘汰高通 甚至可能找到其他不涉及iPhone的方式来履行合同 在去年年底 同博社的Mark Gurman曾转门表示 苹果的自研基带一再拖延 Mark Gurman在文章中表示 由于更换高通公司部件的复杂性 苹果公司在为iPhone制造调制解调器 芯片方面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但坚展却更加缓慢 据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已经推迟了 原计划在2024年之前完成内部芯片的计划 现在很可能无法实现在2025年春季之前 出货该部件的目标 这将时发布推迟到至少2025年底或2026年初 这是苹果最近与高通续签合同的最后一年 最新的障碍反映了苹果在调制解调器方面 边临的艰巨任务 该调制解调器必须与全球数百家运营商务缝连接 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工作 而且它的性能必须至少与帮助开创该领域的 高通技术一样好 报道进一步指出 自2018年以来 已有数千名员工参与了该项目 但苹果距离解决这个问题仍需数年时间 其目标是让调制解调器有更快的速度下载数据 但知情人士认为 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 这不太可能实现 苹果试图打造自己的调制解调器的第一个信号 出现在五年前 当时这架iPhone制造商开始在高通的家乡圣地亚哥招募工程室 几个月后 苹果宣布了在当地设立办事处的计划 当时 苹果和高通正在就调制解调器专利费展开法律纠纷 但两家公司于2019年达成和解 高通同意在2020年级以后 为iPhone12提供5G调制解调器芯片 在达成休战协议仅几个月后 苹果就明确表示计划最终完全放弃高通 同意支付11美元收购英特尔公司陷入困境的调制解调器部门 苹果硬件不见的最资深高管约翰尼斯鲁吉在全公司会议上表示 调制解调器的研发工作正在全速推进 苹果最初认为 最早可以在2024年将自己的调制解调器安装到iPhone中 在代号为SignUp的项目早期 苹果就确定 其首款搭载该芯片的设备匠是iPhone SE iPhone SE是一款低预算机型 只会偶尔更新 它没有像假期前发布的新款iPhone那样引人注意 也没有那么多购买量 因此 对于一家首次尝试调制解调器的公司来说 将芯片安装到SE中也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在你看来 iPhone 17有无可能搭载苹果自研的5G基带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